好,再来呢,就是说 我还要讲到就是有趋势的部分 就是 你现在经营品牌,不管你要经营什么 或是你要怎么样推自己 你可能都要做市场调查 因为现在资讯是非常广 你要做市场调查 要知道趋势 如果你不知道趋势 其实趋势就是一切 你们要非常记住这一点 趋势就是一切 房地产也是,股票也是 全球暖化也是 比如说 比如说传统产业 像我们公司有经营衣服 有经营的 我们其实大到小 冷气、珠宝 阿里阿渣的小商品我们都有 但是就是说 你经营衣服的时候 很多生产商就说 现在已经七月了 你们还给我们设计稿 你们是不是应该开始准备秋天的 我说你忘了去年的冬天是怎么样了 因为我们去年的冬天就弄了很多大衣 我们去年冬天在衣服这一块就是大衣跟围巾 就卖了 可是别人都没有大衣 那别人就惨了 那今年的话就是其实热都 它都还在北部还没热下来 昨天是37度嘛台北 但是今年夏天 依很多科学家来说的话 台湾会比一般就是 夏天会多出17天的热 就是热天会多出17天 威廉你是不是 你那天看你的研究报告是这样的 一般中央气象主义讲说会多17天 高温会多 高温会多 高温会比较多 所以今年夏天可能会比较长 所以你们的 你们也要看一下你们经营的东西 然后你们要去做这个品牌 它的趋势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这个在全球化的情况下 有很多东西它会超乎你想象 譬如说像Sky Pop 你以前有想过说打电话可以不用钱 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到 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到 像我打电话给美国以前 我以前美国的老板 我打给他 现在他是边跑步 他过美国退休生活 他是边跑步 别跟我讲Sky 就我用Sky 搭给他 可是我必须在一个定点 我不能用这里的Sky 就直接播给他 其实我3G应该是可以用Sky 但是听说是 台湾有一种垄断情形 就是说他故意不开放 他没有开放平凡到可以 你就直接SkypeSkype 你就有3G的话 我就Skype打给你 然后讲得很清楚 现在可以 可是是会很 就是你们有试过吧 会断断续续 有些声音很 有一种金属声 就是不好用 那像日本的话 他们是MSN 互相对打 都不用钱了 有很多东西 都已经变免费了 各位你想想看 我们Facebook 你用脸书 Email 你有想过 你15年前 10年前 你有想过 我们沟通是免费吗 没有了 可以的